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重头戏啊 肯定就是美联储的一席决议和鲍威尔的讲话啊 那我们看一席决议出来之后的话呢 市场呢 出现了一些震荡啊 十一点钟啊 出现了一些震荡啊 但是震荡的话呢 还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鲍威尔讲话之后的话呢 市场依然出现震荡啊 震荡之后强扬拉上去啊 强扬拉上去 那实际上的话呢 对于美联储讲话也好 议息决议也好 那么具体的内容的话 大家相信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位置啊 这个不同的频道都能够看到啊 各种解读方式都能够看到 那我们更关注的话呢 是市场给这个议息决议和讲话的态度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 是市场围绕着40604050 这个位置震 震完之后的话呢 直接向上做选择 那我们在一小时级别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前两天所说的啊 在半途的复合头肩底 做了一个向上的突破动作 那这个镜线位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4080点啊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在4060点这个位置 今天的这个美联储讲话之后 震仓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短期之内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啊 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如果我们放在四小时级别 这个图形如果成立了啊 这个图形如果成立了 那我们说下降趋势很早的位置就已经突破了 在半途头肩底的这个位置也向上突破了啊 那么这个上涨通道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预期了啊 因为原来的话呢 没有走出呃 这个一个新的一个高点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并不能判断成一个上涨通道 所以现在的话呢 具备了这个特点啊 具备了这个特点和基础 那么上挡压力的话呢 4200点 4300点整出关口都是现在我们关注的这个压力位的点啊 这是从这一次啊 议席决议25个基点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市场表现和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判断啊 那就这个嗯 议席决议本身和讲话本身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首先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啊 那么证明美联储在呃 加息的方向上的话呢 呃 还是保持啊 但是呢 这个力度啊 在减弱 那从鲍威尔的讲话和这个态度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满嘴的都是鹰啊 对吧 我们这个啊 这个就业市场啊 呃 这个啊 需求很强啊 然后增工资增长 怎么这么回事 我们的这个通胀 我们要降到多少多少啊 等等等等 说了呃 一系列啊 说了一系列 但是呢 最终加25个基点 那么就很充分的说明 美联储 现在 现在是在 防止经济衰退和防止通胀加剧这两者之间在走平衡梦啊 那么美联储说我们看到CPI也好 PPI也好啊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的话呢 这个啊 有那么一点点回落的迹象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有了这些迹象之后呢 那我们说呃 这个我们啊 因为啊 加息的什么效果的滞后性啊 等等 我们要调整一下幅度啊 这些都是美联储说 那美联储说 那好了 那我们就现在今天很明显 大盘涨 当然我们很多朋友高兴 对吧 做指数的也好 呃 做什么大股票的也好 包括今天盘后 呃 这个Facebook啊 也报业绩啊 涨了好像涨了15%吧 大伙都很高兴 但是要注意一点啊 万事就有度 对吧 如果金融市场过热 那么美联储会怎么做 对吧 很简单 啊 你说现在一片欣欣向荣 没有问题 对吧 如果金融市场过热 美联储会怎么办 对吧 会怎么办 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这个 嗯 比较 嗯 值得大家思考的 啊 比较值得大家思考 啊 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说 呃 胜不交败不哪 啊 市场的话再往上飘 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就继续看 对吧 然后顺应的市场的话呢 该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呢 你头脑当中的 这个安全阀可不能扔掉 啊 这个安全的保险司可不能扔掉 啊 毕竟现在还是在加息周期当中 对吧 鲍威说了 我们还是要怎么怎么加息 然后呢 要保持这种限制性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那么现在金融市场 如果以这种今天的表现形式来看 那么金融市场在短期之内很有可能要过热 很有可能要过热 如果过热了 那么我们看看美联储怎么会出现什么动作 对吧 会出现什么动作 我相信美联储一定会降温 一定会降温 对吧 如果金融市场这么表现的话 它一定会降温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我们还是 嗯 要多思考 多考虑 在比别人多考虑一步两步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 是没有坏处的 啊 是没有坏处的 啊 那么这是关于 指数啊 那指数向上飘的话呢 那我们看比特币啊 在两万三千美元横盘之后 呃 大盘的这个环境也好 货币环境也好 稍微松了一点点 比特币的话呢 就做了一个向上的选择 那对于比特币来讲的话呢 我们注意啊 就是上方压力 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 两万七千五百美元 和三万美元三个位置啊 那 比特币的话呢 最终的方向 我们看到之后 那我个人感觉的话 最好还是在呃 两万两千美元这个位置 做一个呃 调整 会比较 对未来的上涨 可能会比较稳妥一些 那如果你这个位置拼 他的一个呃上涨的话呢 我觉得呃 就得注意一下仓位控制啊 注意一下仓位控制 这是关于比特币啊 黄金在今天的这个美联储一息 决议之后啊 出现了一个上涨啊 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这个上涨的话呢 我们看也是在呃 1930横盘震荡之后啊 做的一个突破 但是就短期的形态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背离是比较严重 那么从大级别啊 这个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 距离前面的压力非常近啊 所以呢 在这个位上呢 如果做多啊 也是逢低啊 要去再去考虑 最起码最起码吧 日线的21天均线啊 这是最起码的啊 原油今天的话呢 向下跌了两块钱 基本上的话呢 在呃 美联储呃 一直在强调控制通胀的这个大背景下 估计啊 原油的话呢 呃 咱们前两天已经说过了啊 在30分钟级别的这个上涨趋势 已经被破坏掉了啊 然后现在的话呢 应该是小级别反抽 逢高逢高做空的这么一种节奏啊 这是关于原油啊 这是关于原油 呃 下一步的话呢 是天然气啊 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呢 再次下跌啊 这个多的时候下跌了8%吧 啊 但是呢 就天然气本身来讲 现在的话呢 打到了两块五毛钱下方 从大方向上来讲 基本上符合我们前面的预期啊 基本上符合我们前面的预期 打到二打头啊 两块五的话呢 是一个价格轴心啊 那短线的话呢 在这边上超跌比较严重 所以呢 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 呃 应该是进入不能够做空了啊 不不能够再做空了啊 这个位置很明显 不用再多说了啊 不能够再多做空了啊 KOLD的话呢 也达到了60美元上方啊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说的话呢 我们在操作上 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是进入到战略的啊 准备战略做多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天然气啊 但性质是超级反弹啊 性质是超级反弹啊 天然气的话呢 我们很明确的说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做做空过一次啊 在这个位置上做空过一次啊 然后当然我没有跟到那么远了啊 没有跟到那么远了啊 跟到那么远的话就牛了啊 就牛了啊 像那KOLD的话呢 从10块钱都弄到60块钱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啊 我们强调一下啊 在这位上两块五毛钱左右 在这位上应该进入到一个战略做多的位置啊 战略做多的位置啊 当然呢 这个做多是反弹性质的做多 注意啊 这个做多是反弹性质的做多 不要想的太多啊 不要想的太多啊 先做反弹再说 毕竟大趋势啊 日线周线级别的大趋势 是超跌之后的反弹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 咱们在这儿啊 至于你怎么介入啊 然后资金怎么怎么 那就是啊 细活了啊 细致的活呢 咱们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啊 这是关于天然气啊 这是关于天然气啊 那么总体吧啊 今天的这个盘后啊 然后Facebook还是啊 出了一个业绩啊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是涨了17%啊 涨了17% 所以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呃 有行情的这个呃 产品基本上啊 都是前面啊 超跌的产品啊 都是前面超跌的产品啊 那么 这是总体啊 这是总体 所以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 如果你想赌 你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 特斯拉 对吧 同样是特斯拉 同样是苹果 那方向不一样 苹果今天才涨了0.24 对吧 那你就知道苹果在周线头部 它是很很难去呃 出现大幅度上涨的 很难 对吧 很难 所以说呢 都是这些超跌的品种啊 包括特斯拉啊 从100弄到将近180多吧 对吧 那都是这些都是这些品种啊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最近一段时间啊 应该是呃 超跌 如果说你想做空大 做多大盘的话 都是超跌品种啊 才会出现这种方法啊 才会出现这种呃 方向吧 啊 那这是关于这个 呃 总体啊 总体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昨天视频的这个 呃 朋友们的留言啊 呃 五三八九啊 胜败兵家常事 对 把资金考虑好 对吧 我们试探型的 然后做一些股票 某些股票 我们觉得风险大 我们就少派一点部队吧 对吧 你少派一点部队 万一觉得不行啊 这个扛也好 或者说止损也好 损失都不会影响啊 然后讲讲金融股啊 然后看着快跌了吧 呃 XLF啊 嗯 怎么说呢 呃 目前如果我们看大盘角度来讲 集中股目前很难跌下来 啊 很难跌下来 大方向应该还是震荡上涨啊 先尊重大方向 先尊重大方向 没有别的可说啊 大盘的三十分钟一小时级别 是我们关注的点啊 我们随着行情的走势 一步一步推演 估计要反弹到4200 还没洗干净跌不了啊 嗯 如果这个图形成立了 可能41004200这个位置只是短期的压力 你看4100今天啪一下就过去 对吧 所以说呢 短期压力可能会在4200啊 但是呢 这个如果在那个位置上调整站稳 估计有可能还有还得向纵身发展啊 呃 然后鸡蛋来看几乎都回不到三四年前的水平 产业资品抄底了啊 然后天然气呃 是否不会见到1块5啊 然后市场很快告散 不过啊 然后已经从去年10月份开始涨了 对啊 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VIP当中已经 已经进入到操作阶段了 我只能这么说啊 我只能这么说啊 呃 已经进入到操作阶段了 然后给个啊 这个呃 芝麻开花分享一下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行情啊 说不管是咱们个人 还是啊 大家都是一个市场追随着啊 然后然后市场不好的话 不跌惨就不错啊 然后这个啊 当时跟他做呃 请啊 交易快啊 账户翻倍 呃 老观众勇目共睹对啊 呃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故意抗 你只能说啊 反正最近 呃 变得的话 市场啊 呃 有时候新手不友好啊 支配说 知识储备不够 听不懂啊 嗯 呃 是就是不是啊 不会当合适了啊 好的啊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这个接吞老师和啊 基本面上都是废话 天天就是注意风险 注意风险 注意自己啊 然后你做的呃 久了就知道啊 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未来 对 这一点的话很简单 真的没有人 对吧 你说明天 今天美联储讲完之后 涨那么多 就明天市场就 呃 一一突飞猛进吗 谁能知道 对吧 谁能知道 我们只能说概率 对吧 就像我们呃 我预判加密货币 那就预判错了 对吧 人家加密货币现在往上飘了 那我们就得改变观点 对吧 我预判黄金 那错了 改变观点 对吧 然后呢 原油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在预判之中 天然气的话呢 我说哦 一直在下跌 一直在下跌 但现在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跌的差不多了啊 跌的差不多了 应该是不能做 最起码最起码不能做空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呃 我们只能说按照历史规律去做总结 就像原油 上一轮上一轮原油打到负值 对吧 这是你你不说百年吧 对吧 有金融市场以来 你恐怕也是很 对吧 很很很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过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 对吧 劈了滑拉给打到负值 所以说你怎么能够这种预测 你怎么能够预测呢 对吧 他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 对吧 所以说呢 根据自己的经验 根据资金的管理啊 然后呃 你就 啊 父母天天叮嘱啊 呵呵呵 找到自己的交易风格 等市场适合你了 啊 都会回来啊 然后你是公司员工吧 看你发言啊 然后呃 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忽悠吗 呵呵 呃 怎么说呢 实话实说吧 我觉得 我觉得说的都是实话吧 对吧 我觉得说的都是实话 像我呃 天天喊 做空特斯拉 110美元 是这个 目标价 嗯 这些东西的话 在咱们YouTube节目当中 我们也说的很清楚了 对吧 天然气打到二打头 我说的也很清楚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呃 你要是我马后炮 那你就多看看以前的节目 对吧 至于交易的话 你就看市场怎么给 啊 市场怎么给啊 呃 然后啊 这种回家还让啊 然后就这种水平啊 还收啊 然后骗钱 呵呵呵 嗯 那你可以不选择嘛 对吧 市场这么多啊 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么多 对吧 呃 那你可以选择 不去做 对吧 不选择 对吧 那那 这么多饭馆 你非得 对不对 你吃不了辣 那你非得选择辣 那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呢 呃 这个 我觉得我 我这位朋友 应该不是公司的员工 啊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也不会做 我们做这么这么多年了 对吧 这么多年 我们也不会说的 雇水军去 在底下去 帮我们吹嘘 怎么怎么说 不可能的 啊 不可能的 我们这点钱 怎么雇得起水军 呵呵 呵呵 呵 呃 所以说呢 这是这个 呃 至于你后面的话的话呢 那你得跟客服联系 具体的啊 呃 然后 呃 嗯 嗯 五万亏到三千 这个好像是 布兰特老师的一个账户吧 啊 一个账户 他前面的话呢 还是做到十五万 然后把 呃 把十万取出来了 啊 取出来之后 后面的话呢 拿着这五万 有点拼 啊 有点拼啊 呃 这是这个 呃 目前的状态 啊 这是目前的状态 啊 所以呢 嗯 呃 然后啊 一年 每天不建议啊 然后啊 好为人事 每天鸡汤 鸡汤 鸡汤 熬了二十多年了 啊 你想喝呢 就来 不想喝呢 这么多家卖鸡汤了呢 是不是啊 别在我的一棵树上吊死 行啊 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啊 然后呢 永远是这样子 啊 永远是这样子 前两天的话呢 呃 包括最近这两天啊 我们这个呃 交易的状态 节奏不是很好 那那 这个实话实说 对吧 那 我们就成神棍了 对吧 然后呢 呃 布兰特老师啊 然后做到十五万的时候 那就是大神级别的 对吧 我二零年的时候 做十五位的时候 也是大神级别的 对吧 所以说这当中 嗯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大家啊 还是那句话 对吧 这个 呃 穿菜吃不了 那您就换广东菜 来个清淡一点的 对吧 找个什么大篮球骨 做做定投什么的 是不是啊 方法有很多 所以呢 呃 适合不适合这道菜 啊 对吧 那就做自己的选择 啊 那好了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呢 在视频下方呢 留言没有关系啊 正面的负面的都没有关系啊 然后呢 我们还是去客观的 对应市场和 呃 所有交易者对我们 嗯 交易的一种正常的反馈 这些都是正常的啊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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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